3月8号,美国国务院举行了国际妇女勇气奖的颁奖典礼 美国第一夫人密雪尔·欧巴马以国务卿克里纷纷出席了颁奖仪式 同时在典礼上致辞,藏人女作家维瑟是今年9位获奖者之一 但由于中共政府的强烈反对,让维瑟无法到美国领奖 目前正值两会期间,维瑟和丈夫被禁足在北京的公寓里 7号开始,当局在维瑟家门口设置了监视人员 禁止他们外出,或和其他人接触 小区外面也有老年人把守,阻止记者进入 维瑟只能从20楼的阳台上向记者挥手 美国国务院在对维瑟的嘉奖词中说,维瑟成为中国大陆公开谈论 中国藏族公民人权状况的最重要的活动人士 为数以百万计的因政府限制资讯传播 而无法向外部世界表达心声的藏人发出了声音 中共政府显然也承认这一事实 这也正是他们限制维瑟出境的原因 密雪尔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最后说 美国与你们站在一起 为了那些你们为之奉献生命的事业 我们将继续与你们并肩战斗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